北京时间10月26日晚上,亚青赛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继续进行,中国国庆也是迎来了本季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马来西亚队,由于前两个小组赛,国庆全部输球已经确定出局,因此本场比赛。 对国庆来说不过是一场荣誉之战,开场之后,两支球队互有攻防,随着比赛的深入,中国队逐步占据了场上的优势,陶强龙依靠着个人能力,在边路多次制造一些,还有一次质量非常高的那些打门,比赛第25分钟,中国队获得一次绝佳机会。 郭甜宇的投球稍稍偏出,一分钟后中国卷土重来,但是最后的射门没有打上力量,此后中国队连续创造出定位球的机会,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。 直到比赛第44分钟,中国队终于抓住机会由陶强龙取得进球,引终结了国庆赛亚青赛长达498分钟的球荒。 半场结束的时候,中国队赛11比0领先对手,半场领先的中国队,在下半场比赛当中,继续占据着场上的主动,在下半场开局阶段,也是平平创造出了不少机会。 陶强龙在边路送出了几次不俗的传球,为国庆制造了多次杀机,比赛第57分钟,许越为中国队将场上比分变成了2比0,比赛第75分钟,马来西亚一次快速反击击中横梁,中国队逃过一劫。 此后,虽然说中国队又创造出了一些机会,但是再没有能够取得进球,最终中国队以2比0的比分击败了马来西亚,不过由于前两轮的势力,这场比赛哪怕赢球了,也难以阻挡国庆小组出局,连续期间无人是青赛。 不过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,国庆还是终结了两杆大纪录的,除了终结了国庆在亚青赛决赛圈八场不胜的尴尬之外,也终于是打破了国庆在亚青赛决赛圈,长达498分钟的进球荒,而且这场比赛的赢球,也不禁让很多媒体和球迷猜测,如果本届亚青赛,中国的首个对手打马来西亚的话, 那么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?的确,如果带着首场赢球来念,对塔吉克斯坦和沙特的话,中国队或许真的可以从这个小组当中出现,只能说由于运气不好,这次亚青赛赛成对于中国队不利。 另外在这场比赛当中,陶强龙和郭田宇两个青年才俊,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,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,因为陶强龙和郭田宇有望成为中国足球的未来,这也是本场比赛中国队的最大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